根据2021年国际糖尿病联盟统计 台湾糖尿病盛行率约为9.7% 患者数量攀升速度 甚至排名全世界第二 而有些人确诊糖尿病后 情绪会相当低落 久久不能自已 过去的点上面有提到 当一个糖尿病的患者 他有肾脏病变 或加上糖尿病以后 他会少活10到16年的时间 那这些时间性的一个变化 会产生对疾病的恐惧 所以我们藉由血糖控制 血压控制、血脂控制 以及生活血压调整 让一个糖尿病人 能健康活到一个正常人的年龄 我想就会让他去掉 很大的恐惧感 药物使用在糖尿病治疗中 是相当正常的过程 除了运动饮食之外 王志源医师也呼吁患者 将规律服用药物这件事情 内化成生活习惯 才能达到稳定控制 那对打胰岛素来说 选择对的地方 不管是选择腹部 大腿外侧 或者是手臂 或者臀部 可以请家人帮忙 一起来做了解 同第二个事情 要知道正确的 胰岛素施打方式 包括如何做皮肤上的消毒 如何保持皮肤干净 以及避免感染 同时在打针的时候 选择适当的针头 来避免过度疼痛 以及打针的深度 要做练习 至于口服药物 这几年以来 它进展非常好 不管是新型的 不管二胎肌药物 或者是排糖的药物 都可以达到 避免低血糖的效果 在考量病人的病情之下 甚至于考虑病人 它有心脏 或者肾脏的病变 可以及早介入药物使用 去避免 它病发生的发生 近20年来 糖尿病治疗 有了长足发展 甚至被发现在其他疾病领域 也能起到一定效果 很多糖尿病药物 它已经不只用了糖尿病患者 在非糖尿病病人 它的体重管理 肾脏衰竭 心脏衰竭 乃至于可能失智的部分 都已经有一定效果 所以我们糖尿病病 要放心 这几年的药物进展 其实令我们振奋 未来如果使用药物的时候 绝对不要排斥 糖尿病患者 除了积极配合治疗 防止血糖及聚升高 台湾现在也有 许多糖尿病健康促进机构 能协助及早筛检 视网膜 肾脏 神经病变 或是心血管疾病等共病 提醒患者可以多加利用 黑合健康 刘思瑜 赖心平 台北报导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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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